请你此片献给热爱中华传统武术的人们 能为阁下服务是中传文化的荣幸 如果阁下需要各类武术光碟 武术书籍 武术服装 武术器材 请致电86037163847520 13838369818 我们愿意为阁下节省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丰富多彩的内容 以及渗透的中华文化的精湛理论 中华民族 把武术作为技技术 通过武术锻炼 掌握和提高防身自卫的技能 把武术作为健身术 通过武术锻炼 强健体魄遗兽延连 还把武术作为修身术 通过武术锻炼 体悟武术的文化内涵 陶冶清超 完善人格 在武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逐步形成了一百多个 言流有戏 潜礼明晰 风格独特 制成体系的权种 中国武术协会 审定并兼制出版的这套中华武藏 以收藏这些历史遗存的权种记忆为目的 离求记录下这些权种传承到当今的发展状况 展示出各权种流派传人中较有代表性的技法 技能和风格特点 以影视形式制成的这部中华武藏 以动态性 直观性 真实性 显示出它有别于文字性收藏的特点 这对探索传统武术 研究武术传统 传承武术记忆 分享习练武术的功能 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泛的社会价值 无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贵宝 无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贵宝 武术有着远远的离私和雄厚的社会基础 这文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内涵 博大精神的精神 为更好的武术普及提高发展 根据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同意安排 在全国各地派设中华武术 也是更好的收藏武术基因 激活传统武术的魅力 派这一次的中华武术 作为少林武术 的发展应该说少林武术 是中华武术当中最大的一个流派 目前我们国家虽然是圈中有130多个 但是像少林武术目前 这不管是在国内发展也好 在国外发展也好 以及衍生到整个武术的产业方面 应该是在这个武术所有圈中当中 都起到了零头要的左右 这一次中华武术的拍摄 我们登峰也宣除了我们的十大全死 十八金刚 十八罗汉 这些全死也好 金刚也好 罗汉也好 也都是我们少林派光人的 也是技术比较国根的 应该说也算是我们这一派当中的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 因为武术啊 以及他独特的优势 目前的已经成为 这个死产经济发展参业中的一匹黑马 一匹黑马 是独龄风操 包括我们少林武术 目前的也正在上这方面继续努力 不但要把少林武术这个 传统这个武术发扬下去 更重要的就是 利用这个传统的武术啊 配着一个大压司长 我想说通过这中华武术的拍摄啊 也为整个武术参业今后的发展 将会起到刚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宝山 刘宝山生于1930年 河南省登峰市少林寺塔沟村人 出身于武术世家 祖孙八代习武 在松山南北颇有名气 宝山六岁就跟附近刘景文 习少林拳和十八般武艺 十二岁学完了家传的长护心一门 七星拳 炮拳 六合拳 六合棍 齐梅棍等三十余套少林拳械 后来随附近少林自愿 得众僧典化 学会点穴 擒拿 气功等拘迹身传 并多次受到著名武林高手 林斗 妙星等密授和指教 忠获超群之武功 刘宝山大师 为了继承先祖父 要弘扬少林 为祖国为人民争光的遗志 从一九五零年 就收徒传记 手把手的交儿子 海青 海科和正途 习少林拳招 及十八般武艺 电影《少林自上》以后 全国出现了少林武术热 每天都有省内外 青少年登门学艺 为了满足武术爱好者的破解要求 于一九七八年春 成立了少林自塔沟武术学校 刘家父子 以高尚的武德 银鸣的校技 超群的武功 精心的培育 使塔沟武校隐喻全国 他的学生多次代表 省 市 国家 参加国家级和世界武术竞赛 曾二十六次夺得冠军 获金牌总数 已达一千枚 刘宝山被中外舞台 赞誉为少林宗师 武林楷模 塔沟武校的规模和教学质量 均列世界之岁 刘宝山大师 现为中国武术九段 二零零六年七月 被国家相关部门 命名为 少林权杰出传人 刘宝山大师 我学这个东西呢 是在我家学 和少林寺里 它是想结合 因爲啥因爲 我家这东西来 他就 少林寺 这个白衣殿 那个北三项上的地划 这是我家结成的最多了 因爲啥呢 因爲啥呢 因爲这个 我家仙人 他们是弟兄四个 那时候 他是在少林寺出家 出家了两个 说说这家里呢 说这些东西呢 就是木牛箭短 也可以说 达到我哥就是 就是气魂了吧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 老远里呢 我都不清楚了 是吧 你想这个我爷爷 我爷爷 他叫法台 我小时候 他教导我 连着咋连 你这连拳 你是长河 你弄上 你都是连功夫的 这是他 他扣辞我这扣辞的最多了 我父亲呢 他那时候的时候 他也教训 就是白天读书 晚上亮午 那时候 外民党那时候的时候 这个 不叫劝 不叫武术 对不对 他是 他是 嗯 同一家 是叫 哎呀 拐叔 拐叔 那边 同一家拐叔 江家世他那首都在南京 他组织全国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父亲参加了 他参加 他是 这个 赤重量级的全国第一名 之后他又在上海 又参加过运动会 他参加这个运动会 也是拿到全国的第一名 我爷爷 他那时候 交到我这次上来 用啥用我家他 他穷嘛 他就是这 就是这功夫 都很中庸 你这赶货 赶若货 你看 早一点 弄于脸 他跟你比好多例子 你就想嘛 你给唱个阳唱 你这阳唱 也是 也是跟连工一样 你拿着 拿着上叉 上叉就是你家世 你拿着墨线 你扬唱 这墨线就是你连工的家世 台北他 就是上来 他教你扬唱的姿势 你扎着这工灯布 你扎着 这鲜巴呢 扎着这小肚子上 你扎着这事 扎着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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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不扎着你用这两只股膊点 就是用这肚子扎着 扎着 对不对 所以 扎着这事 他扎着 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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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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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手,他搬你,是这样搬你。 班里读书,和老连着,我那老乡。 我去学里去了,我也给他们个头连。 给抓个头了,给拿个头。 回后来,我父亲去世了以后,我父亲叫那学生, 好些又把他玩了。 过年了过节了,他们都去找我。 找我隔道一段,来吧,吃了鲍鲍鲍,请哥们儿。 熟悉熟悉,练练。 就是这样,再来,家也不是老冲, 你去摧弄上,你还得吃饭。 你咋不瘦。 回来,一程度过,隔道一会儿。 隔道一会儿,他也不瘦了,他也头舒服。 就是这样。 问你,我说,我爷爷,那时候,我前爷爷走鱼鲍鲍, 我爷爷他搁这走庄家弄上,都是好业。 你弄个转,他叫你,扎打转。 开转。 对,你要是搁到那儿试试,那桥门, 同对音的,同声音的。 你想把你扬唱,他叫你咋子咋咋, 你那木线咋闹,抗到那儿。 是吧? 你要是让他打唱的,叫你成半田样, 是吧? 你出镜子就落到那儿。 你章针就落到那儿。 对。 你的功夫也练了,会儿也走啊。 对。